昨天晚上十点多高雄捷运凯旋站之外 有一辆计程车不明原因起火燃烧 民众听到了声响吓了好大一跳 赶紧通报消防局 胡适经过八分钟抢救之后成功扑灭 根据了解死者是一名五十岁的司机 怀疑可能是在车内滑平板追剧 才会导致车体起火 计程车燃起大火 浓浓黑烟不断往上窜 七号晚上十点多高雄捷运凯旋站外 一辆计程车不明原因起火燃烧 民众听到好大声响赶紧通报消防局 消防员到场后立刻拉起水线灌旧 而根据了解死亡驾驶是一名年约 五十岁的小黄司机 平常停在捷运站外排班时 他都会坐在车内滑平板追剧 这一次驾驶同样也在追剧 想不到看剧看到一半 车子竟然突然爆炸起火 初步调查怀疑起火原因 可能就是平板引起 火是经过八分钟后成功扑灭 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 还有带火雕科后续调查厘清 记者离情予品节高上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关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